第八九九节 下 第五章 伊甸园 人失去梦的身体 而获得了灵魂 伊甸园的传说代表了人作为肉身生物之觉醒的扭曲版本 它变得全然地在它肉体内运作了 而先前对它而言如此真实的那个梦体 在清醒时只能间接地感受到了 现在它在一个必须被喂饱穿暖 被保护不被自然力侵害的身体里去面对它的经验 一个遵从重力及地球法则的身体 它必须用肉体的肌肉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在理解的灵光扎线中 它突然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存在不仅是与环境分开的 并且也是与地球其他所有的生物分开的 就别而言 那种分离感一开始几乎令它受不了 但人是大自然那个注定要由一个局外的观点 来看它自己的部分 再次的 它是大自然那个注定要专长于观念之自觉运用的部分 它将长出知性之花 一朵必须安全地深深根植于大地的花 外散出新的心灵种子 那不仅是为它自己 也是为自然的其余部分 而它也是自然的一份子 但人向外看 感觉它自己突然地分离了 而为其孤单感到惊讶 现在它必须寻找食物 然而之前它的梦体并不需要食物的滋养 以前人既非男又非女 而是组合了两者的特质 但现在肉体也就因性别而分化了 因为人必须食指的繁殖 有些失落的古代传说 以一种更清楚的方式强调着突然的性别区分 可是到圣经传说出现的时候 历史事件及社会信念被转变成亚当和夏娃的版本 在一方面 人的确感到它从一个高的身份地位掉了下来 因为它记得先前梦十项的自由 其他生物仍到某程度沉浸其中的一个十项 附带地说 人的心智在那一刻就有你现在赋予它的所有能力 能包容想象与理性之对比的伟大包容力 追求客观性与主观性的驱动力 以及充分具备发展语言的能力 一个敏锐的心智 它存在于学居人之中的聪慧程度 就与现代街上任何一个人的一样 但如果人突然感到单独而孤立 它也立刻被世界及其生物伟大的千变万化所震撼 每个与它自己分开的生物都是一个新的神秘 它也着迷于它自己的主观实相 它发现它自己在其内的身体 以及在它自己与其他像它的人 及其他生物之间的不同 它立刻开始探索 分类 指出并命名来到它注意范围内的 其他地球上的生物 以一种说法 这是意识与它自己玩的一个伟大的 创造性却又宇宙性的游戏 而这游戏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感知 但我要强调 一切万有的每个版本都是独特的 每个都有其目的 虽然那个目的无法轻易地以你们的说法来界定 例如许多人问 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意思是 我该做什么 但你的生命及每个生命的目的是在其存在里面 那个存在可能包括某些行动 但那些行动之所以重要 乃在于它们是由你生命的本质里跃出的 而生命单纯地借着存在 就必然会完成其目的 当然 人的梦体仍是与它同在的 但现在肉体遮蔽了它 梦体是无法被伤害的 而肉体却可以 当人将其经验大略地从一种转变到另一种时 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在梦体里人什么都不怕 梦体不会死 它在肉体死亡之前及之后都存在 在梦体里人曾看到动物杀其他动物的情景 而他们看到动物的梦体毫发无损地浮出来了 他们看见地球就这样改变其形式 但每个意识单位的身份都存活下来 而因此 虽然他们看不到死亡的画面 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死亡 虽然许多人现在将之视为仿佛不可避免的结果 人看出为了让世界继续 必须要有一个肉体能量的交换 他们看着猎者与猎物的戏剧 见到每个动物都有所贡献 所以地球的具体形式才可以继续 但被狼吃掉的兔子存活在一个梦体里 而人知道那是他真正的形式 可是当人在肉体里醒来 而专精于感官的应用时 他不再感知被杀的动物释出的梦体跑开来 而仍然在山路里跳跃 他保有他先前知识的记忆 而有相当一段时间他能偶尔重新捕获那知识 可是他变得越来越觉察他的肉体感官 有些事显然是令人愉快的 而有些则否 有些刺激该被追求 而其他的则该被避免 因而有一段时间 他将愉悦及讨厌的事 转移成善与恶的粗略版本 基本上令他感到愉悦的就是善的 他被赋予了强烈清楚的直觉 那是要引导他朝向他自己最了不起的发展 及他自己最伟大的成就 以这样一种方式 使他也能帮忙带出所有其他意识族类之最高的潜力 他的自然冲动就是要提供内在的指导 那刚好会引导他到这样一个方向 因此他会追求对他自己及别人都是最好的事物 扣售结束 注意 当我打这节的字时 我以为赛斯在此自相矛盾 因为在那节的前面 他说过 地球的其他生物实际上比人先醒来 而相对的说 在人量做之前 他们的梦体把他们自己形成为肉体 然后我开始想 赛斯实际上是指 人比其他生物更大程度地将自己与其梦体分离 以至纵使那些其他的存有 在人类之前变得能有效运用身体 他们仍比人对他们的梦体保留了一个更大的觉察 我要记得请赛斯详细解释这一点 虽然我也认为 他在此节的后来也间接地提到了这点 他们的梦体预定